民间故事 老汉娶小妾却凿了对方奸计 儿子说 她是我的妻子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明朝时期 辉州府有一个叫楚霸天的大富商 他家是在经商 到了他这一代已经积累了万贯家财 楚家的生意涉及到了各行各业 说是进抖金就是少的 楚霸天六十有一 虽说已经年过半百 可他精气神非常好 身体强健 完全不输于年轻人 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爱好 有好吃好喝的 有好毒好嫖的 楚霸天的爱好就是娶妻生子 只要他看上了女子就要娶回家 楚霸天的正妻姓陈 也是大家闺秀 成亲那年楚霸天十八岁 陈是十六岁 二人是郎才女貌 天生一对 成亲后夫妻也很恩爱 可成亲多年无子 一直到他四十岁的时候 陈是才生下一个大胖小子 取名楚流风 有了孩子之后 夫妻之间的感情就更好了 可天有不测风云 就在孩子刚满周岁的时候 陈是因病离世了 这对楚霸天的打击很大 很长时间都没有走出来 直到一年后 楚霸天在朋友的酒宴上遇到了一个女子 这个女子叫柳英 身材窑窍 面容娇好 楚霸天对她是一见钟情 很快就把她娶回家做了田房 柳英嫁到楚家之后 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 楚霸天对她也很是疼爱 可过了几年 也没有为楚家生下一儿半女 这让楚霸天很是不满 楚家家大业大 楚霸天就想多生几个儿子来继承家业 把楚家的事业发扬光大 既然柳英没有为她生下儿子 她就要继续娶妻娜妾 一次 楚霸天去外地做客 她走在大街上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讨饭女子 那女子虽然穿着破烂 但却掩盖不住 她傲人的身姿和漂亮的脸蛋 楚霸天第一眼见到她 就有些想路飞飞 她赶紧上前给女子挤个铜板 说让她去买一身衣服穿 女子给她下跪感谢 楚霸天赶紧扶起女子 说道 姑娘不必客气 快快请起来 女子给她做了个衣 就匆匆离开了 女子离开后 楚霸天就悄悄尾随 她看见女子进了一间破烂的茅草屋里 就向周围人打听女子情况 她从邻居的口里得知 女子叫李淑兰 她丈夫玉郎得了重病 李淑兰就靠药饭为生 楚霸天听了很同情李淑兰 不过她心中也有了一丝希望 为了讨得李淑兰的芳心 楚霸天就买了礼品去她家里看望 夫妻二人见了很是惊讶 楚霸天临走时 还拿出银子给李淑兰 让她给丈夫看病 李淑兰说道 我丈夫的病已经没有希望了 您把钱收回去吧 谢谢您的好意 拿着给你丈夫买些好吃的 李淑兰的眼泪啪哒啪哒地往下掉 说道 谢谢大老爷 你的安情小女子无以回报 只能等到来世再报了 楚天爸说道 我做的这些不算什么 也不需要你报答 好好照顾你丈夫 李淑兰的丈夫已经病入膏肓 没过几日就离开了 楚霸天得之后 就拿出钱给她买了棺材 又不仁把她埋葬了 李淑兰对她是千恩万谢 哭着说道 大老爷 你就是我李淑兰的恩人 小女子愿意做牛做马 一辈子伺候您 还请大老爷不要嫌弃 楚霸天就等着李淑兰这句话呢 于是就把李淑兰带回家去了 并娶她做了小妾 李淑兰有着一颗感恩的心 把楚霸天照顾得很好 也不与柳英争风吃醋 晚上就让楚霸天去柳英屋里休息 她越是这样 楚霸天就越是喜欢她 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子 总是为别人早想 李淑兰也没有令楚霸天失望 半年之后就有了身孕 这让楚霸天很高兴 对她就更加的疼爱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李淑兰顺利生产 可生下的不是儿子而是女儿 这还是让楚霸天有些失望 她为女儿取名楚昭男 希望能招来一个男丁 李淑兰满月之后 楚霸天就接着造娃 希望能让李淑兰给她生个代把的 可一直努力了几年 李淑兰再也没有怀孕 楚霸天为了要儿子 就纳了家中的一个丫鬟作妾 可这个丫鬟也是没有为她生下一儿半女 这让楚霸天很是苦恼 就继续纳妾 从此她就走上了纳妾的不归路 结发妻子陈氏去世之后 楚霸天娶了一个田房八的小妾 但人定并不兴旺 只有一儿一女 她看着同族的弟兄们 都有好几个儿子 心里就很不是滋味 觉得低人一等 因此她继续纳妾 心想早晚还能再生出儿子的 再说楚流风已经十八岁了 她英俊潇洒 风流流倜傥 楚霸天就想着为儿子 取一个门当户对的大家闺秀 可楚流风却说不愿这么早成亲 她之所以不愿意过早成亲 是因为她生性风流 处处留情 若是成亲了就没有这么自由了 一次她与一群狐朋狗友去湖里范州 就看到一只花船 于是几人就来到花船上玩耍 花船上有一个歌迹 她歌声悠扬动听 声的也是妖娆妩媚 一贫一笑都是风情万种 楚流风一下子就被她吸引住了 经过打听 楚流风得知歌迹叫柳思思 是苏州人士 柳思思原本也是富商之女 可因家到中落 父母双亡 她被族人卖到辉州府 做了一名歌迹 以前楚流风对待感情如同儿戏 从来没有当真过 可自从遇到了柳思思 她的心一下子就安定了下来 满眼满心都是柳思思 柳思思也频频对她抛媚眼 弄得楚流风更是心潮澎湃 二人狼情惬意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柳思思向楚流风哭诉 说自己的身世如何的悲惨 自己如今的处境是如何的不堪 她想要拥有一个家 以后过正常人的生活 楚流风见柳思思哭泣 就心疼得不行 赶紧给她擦去眼泪 柳生说道 娘子不要哭泣 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 你放心 我一定会娶你的 柳思思哭道 可小女子身份卑微 哪里配得上公子 我可不敢奢望啊 要是我父母还活着 我就不会落到如此田地 她越说越是伤心 娘子 你已经是我楚流风的人了 这辈子我非你不去 我经个回去就向我父亲说 过不了几日 我就八台大叫把你娶回家去 柳思思说道 如今婚姻都讲究门当户对 你父亲不会同意的 若他不同意也就算了 我不希望你为了我与你父亲反目成仇 楚流风之前遇到的女子 个个都只为自己考虑 一心想要嫁到楚家去 而柳思思却是如此的通情达理 这让楚流风很是感动 更加坚定了她要娶柳思思的打算 她回到家里 楚流风就向楚霸天 说了柳思思的事情 楚霸天一听就不同意 说道 咱们楚家在辉州府 是屈指可数的大户 你居然要娶一个风尘女子 把楚家的脸面置于何地 我告诉你 这是不可能的 你就让她死了这条心吧 楚流风说道 爹爹 柳姑娘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她原本也是大家闺秀 只是后来家到中落 被族人所卖 是个命苦的女子 如今的处境是她自己无法选择的 再说了 她只卖一不卖身 楚霸天打断了她的话 怒道 不要再说了 我说不行就不行 楚流风见父亲如此坚决 就说道 父亲娶的这些妻妾们 哪一个是大家闺秀 要是丢脸 楚家的脸早就被您丢尽了 你这个孽子 居然敢教训劳资 你给我滚 楚霸天听儿子这样说她 就怒从心头起 指着楚流风的鼻子破口大骂 楚流风一气之下就离开了家 她在自家的店铺里支出几百两银子 为柳丝丝赎身 并买下一处宅子把它养了起来 每天过着花天酒地的逍遥日子 楚霸天得知儿子背着自己偷偷地干出这样的事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他想去把楚流风揪回来 但想了想还是作罢了 之而莫若父 儿子与他一样是吃软不吃印 于是他就派家中的管家去叫楚流风 说他答应了二人的婚事 让他回去商定婚期 楚流风一听很是激动 赶紧就跟着管家回去了 楚霸天见儿子回来 就说道 爹爹这几天想了很多 门当户队固然重要 可二人的感情更重要 既然你俩感情深厚 我就同意你娶他为妻 楚霸天的话还没有说完 楚流风就兴奋地说道 多谢父亲成全 我就知道父亲是个开明的人 楚霸天打断他的话说道 我还没有把话说完呢 我同意你把那柳思思取进家门 可只能坐小 正妻以后再说 你可愿意 楚流风听父亲这样说 心里就不乐意了 说道 这样怎么行 这样会委屈了思思的 楚霸天说道 爹爹就你这一个儿子 以后你还要继承楚家家业 你需要一个知书达理的贤内助 我怕他不能担此重任啊 原来爹爹是担心这个 您不知道 思思是个通情达理的女子 你没有见她 你见她一面就知道了 楚霸天说道 我已经做出了让步 要是不愿做小就算了 楚流风也知道父亲的脾气 他做出这样的决定实属不易 就说道 我去与思思商量一下再说 楚流风就把楚霸天的话对柳思思说了 柳思思哭着说道 你父亲还是看不上我 要是这样我看就算了 以后咱们就不要来往了 楚流风赶紧哄他 说道 思思 只要咱俩能在一起 名分这些都不重要 你说呢 我好好疼爱你不就行了 柳思思说道 我是不看中名分 可惜他人看中了 我要是嫁过去会被别人瞧不起的 等你娶了正妻 我这一辈子都要生活在他人的阴影之下 与其这样还不如不嫁 楚流风说道 你做小就没人敢做大 我不许正妻 我会把你当正妻看待的 你就不要有这么多顾虑了 柳思思说道 这怎么可能 你父亲也不会同意啊 都是我命苦 从小就没了父母 他说着就呜呜地哭了起来 楚流风把他搂在怀里安慰 说道 你不要难受 我再回去与父亲商量 四日 楚流风回到家里对楚霸天摊牌了 说这辈子只娶柳思思一人 他要娶她为正妻 我父亲不同意 他这辈子就不娶妻 楚霸天一听就把他大骂一顿 楚流风一气之下就出去喝酒 一直到四日晚上才回来 他收拾自己的东西去找柳思思 说再也不回这个家了 当他来到柳思思的住处时 柳思思早已不见得踪影 桌子上还放着一封信 信中说他这辈子只爱楚流风一人 但他不想被人瞧不起 一辈子抬不起头 他更不希望楚流风 为了他与父亲反目成仇 所以他只能离开 去骑云山做尼姑 清征古佛相伴一生 楚流风看了柳思思的信 心中很是难受 赶紧带着人去追柳思思 可他们一路都没有遇到柳思思 来到山上也没有他的影子 于是就从小路返回 当他们走到一处山坳时 就看见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 很多新鲜的骨头散落在那里 还有一身血迹斑斑的女子衣服 看来是有女子被野兽吃掉了 楚流风想到柳思思 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上 他拿起衣服一看很是眼熟 这衣服就是柳思思平时穿的 他颤抖着手打开了旁边的包袱 里面全是他熟悉的东西 楚流风一下子就瘫软在地上 嚎啕大哭起来 他又命人去买了一口上好的棺材 把柳思思的骨头和衣物装进去 就地掩埋了 这件事情之后 楚流风心里就恨起了自己的父亲 他觉得要不是父亲阻挠他与柳思思的事情 柳思思也不会死 为了报复父亲 楚流风每天都泡在酒馆里 和各大娱乐场所 花钱如流水 还经常打架斗殴 这让楚霸天苦恼不已 打也打过 骂也骂过 可就是没有效果 楚流风依然我行我素 楚霸天没有办法 就控制他的花响 楚流风故意跟父亲作对 就把家中的地气偷走抵了赌债 楚霸天知道后 气得差点晕过去 为了防着儿子 他天天都把家中库房里的钥匙挂在脖子上 楚流风破罐子破摔 楚霸天已经对他失望透顶 若楚家家业交给他 必定会被他败光 可他只有这一个儿子 为了保住楚家家业 楚霸天准备再生一个儿子 可家中的这些小妾 最短的也跟他有一年了 却没有生下儿子 于是他就想再娶一个小妾 楚霸天的风声还没有放出去 就有媒婆上门说媒了 媒婆说的女子叫李素素 18岁 是一个小家碧玉 他身材苗条 五官清秀 说起话来也是英声艳语 整个人给人一种罗牧春风的感觉 楚霸天对李素素是一见钟情 见面当日就定下了亲事 次日就把李素素取进了门 楚霸天取了李素素这样年轻貌美的小娇妻 心中也是激动万分 二人喝下喝尽酒 就宽衣解带做了夫妻 四日一早 楚霸天睡到日上三杆才行 他没有睁眼就伸手朝旁边摸去 可没有摸到李素素 他以为李素素起床了 于是就穿衣起床 当他穿衣服的时候 竟然发现自己身上少了一样东西 他顿时脸色大变 喊道 来人呀 外面的丫鬟听到喊声 就跑进了屋里 问他有何吩咐 楚霸天说道 把新衣太给我叫过来 丫鬟有些猛 说道 新衣太一直没有出这个屋子呀 什么 没出屋子 人哪 赶紧给我把人找来 楚霸天对着丫鬟大吼道 李淑兰听到声音 就走进了新房里 说道 老爷 您这是怎么了 楚霸天看到李淑兰 带着哭腔说道 李素素 他人哪 李淑兰很早就起床了 他并没有看见李素素 以为他还在房里睡觉呢 说道 老爷 昨晚上你俩入了洞房 我以为他在房里陪老爷呢 人怎么就没见了呢 楚霸天这才反应过来 骂道 李素素这个贱人是个骗子 他偷走了库房钥匙 赶紧 赶紧去库房看看 李淑兰听了也很惊讶 赶紧伺候楚霸天穿好衣服 二人带着人就朝库房跑去 他们跑到库房一看 里面的金银珠宝 房气地气被洗劫一空 楚霸天当场贪软在地 哭道 我采取的娇妻 他 他是个骗子 李淑兰立刻派人去县衙报关 恳求支线抓住李素素与他的同伙 就在这时 突然就有一个放牛娃来县衙报关 说有一群盗匪 把几个大箱子放进一个山洞里 那些人分赃不拘要打起来 原来放牛娃早起放牛看到了一群人 抬着几口大箱子进了山洞 放牛娃感到奇怪 就悄悄扒在山洞口往里看 才知道这群人偷到了金银珠宝 要再次分赃 于是他就跑到县衙报关来了 支线一听大吃一惊 楚家刚来报案 这边就有人发现了盗匪 他立刻带着一队人马 跟着放牛娃去了山洞 此时的山洞里 一群人闹得不可开交 支线就带人冲了山洞 把那些人团团围住 这群人中有一个是 灰州的小商贩前大川 还有楚霸天的儿子 楚流风和李素素 官差就把这些人抓起来 带到大堂上审问 楚流风后悔不已 说自己被钱大川和李素素骗了 楚流风和楚霸天闹翻之后 钱大川就找到楚流风 说可以帮助他弄到楚家财产 楚流风就同意了 答应弄到财产之后 给钱大川五五分 于是钱大川就找到媒婆 把自己的远房亲戚李素素 嫁给了楚霸天 洞房叶李素素偷走楚霸天的库房的钥匙 楚流风和钱大川 李应外合就盗走了楚家库房了的财宝 并不拥几个大汉把几个大箱子抬到了事先找好的山洞里 来到山洞里之后 那群抬箱子的大汉已经不能满足那点雇佣金 他们也要分财宝 钱大川不愿意少分 就要把楚流风的一部分给那些大汉 楚流风当然不愿意 这群人就在山洞里闹了起来 钱大川听楚流风这样说 他并不承认是自己的错 一口咬定是楚流风指使他干的 既然大家都不承认 直线就命人各打五十大板 李素素刚挨了几个板子就受不了了 就交代了他与钱大川的阴谋 原来李素素并不是钱大川的亲戚 而是钱大川的拼头 钱大川不甘心做一个小商贩 他为了得到楚家的财产 就下了一盘大棋 让李素素一荣成另外一个女子 取名柳思思 假装是个歌迹 楚流风果然就中了二人的套 非柳思思不娶 钱大川早就预料到 楚霸天不会同意的 这个时候他就下了第二步棋 制造出柳思思去当尼姑 路上被野兽吃掉的假象 这样做就是要楚流风与楚霸天施不两立 楚流风故意与楚霸天作对 楚霸天就对这个儿子彻底失望了 他为了生儿子 必定会再娶一房小妾 钱大川就扰媒婆 把李素素介绍给了楚霸天 楚霸天一下子被李素素迷住了 并娶他为妾 当晚 楚流风把楚家后门打开 钱大川和一群壮汉就进了楚家大院 在楚流风的带领下 顺利找到楚家库房 李素素从楚霸天身上取到钥匙后 他们就把楚家库房里八箱子的财宝抬走了 原来柳思思是李素素一荣而成的 楚流风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事到如今 楚流风才知道自己被人利用了 他感觉对不起父亲 归在楚霸天面前痛哭流涕 恳求原谅 楚霸天得知真相气的两腿直哆嗦 但他见儿子真心悔过就原谅了他 可他犯了错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直线念及他是被人诱骗 判处他一年牢狱之灾 钱大川和李素素犯诱骗罪 拖到罪 被判处五年牢狱之灾 多亏了那个放牛娃 要不是他到县衙报关 楚家的财产可能就找不回来了 楚霸天对放牛娃十分感激 就把女儿楚昭男嫁给了他 并把楚家一半的财产给了女儿女婿 一年后 楚刘峰从大牢中出来 接管了楚家的产业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楚刘峰也明白了家不和外人妻的道理 从此以后改邪归正 用心经营生意 楚霸天再也不想着娶小妾了 好故事接着看 民间故事 男子重状元梦见母亲投和自己 他躲在床底下救了自己 北宋宣河三年 西州改名为辉州 在修宁县万安镇往西二十里处有一个龙田乡 这个乡上住着一对母子 母亲叫李翠平 儿子叫王晓 他们日子过得虽然拮据 可李翠莲却坚决送儿子上私塾 指望他长大以后考取功名 光耀门眉 王晓在私塾上了两年学 因交不起学费被先生赶了出来 不过他还是会在放牛的剑气 去私塾窗外偷偷学习 私塾的赵先生是个秀才 几次相识不中便放弃考取功名的打算 他也是穷苦人家出身 因此见王晓如此好学 倒也没有为难对方 王晓两岁丧父 打小和母亲相依为命 在十岁那年 母亲已是给富人家干活摔了一跤 自此便卧病在床 为了生计 他开始给镇上的徐阿公放牛 徐阿公以前是个将军 辞官以后就回到家乡万安镇上一样天年 做一点布料生意 这些年也积累了颇丰的家产 可徐阿公年近五十 膝下却是无子 他见王晓聪明伶俐 有意让李是把孩子过继给他 李翠萍起初是不舍的 毕竟儿是娘的心头肉 可自己现在这般近况 别说让儿子去私塾读书 就是不连累儿子也非常困难 他思前想后 还是做出了决定 将儿子过继给徐阿公 如此一来 王晓便能上学了 在古时候 人们非常重视子嗣 无论是身份尊贵的王侯大户 还是普通的百姓之家 家里肯定需要男性继承人来传宗接代 承喜祖业 当然更多的人在过继子女时 会选择同宗堂兄弟的子职 徐阿公之所以看重王晓 还有一层深意 是因为徐阿公的发妻王氏和王晓的父亲是堂兄妹 如此一来 王晓确实成为了过继给徐阿公的不二人选 自从王晓过继到徐府以后 徐阿公便带他如自己亲生一般 而且也给了王晓生母一大笔钱财 派人照顾对方的生活起居 让李氏后半生无忧 王晓又重新回到私塾读书 他天资聪慧 16岁那边乡是考中的第一名 一年后又中了会员 如果电视再重状元 那就真的是连重三元 将来要名垂千古了 三个月后 王晓离开休宁县去京城参加电视 在路上的时候 他碰见一个同样去京城赶考的学子 去京城的路途遥远 王晓见对方长途跋涉 走得大汗淋漓 便邀请对方上自己的马车 对方得知两人同路 也没矫情就答应下来 那书生上了马车以后 拱手道 兄台身份高贵 我只是一个穷酸书生 怎有如此荣幸一同前行 王晓离对方上了马车 这样一来路上 就有人陪自己聊天姐们 心里很是开心 他说道 人不分贵贱 我见阁下刚刚走得辛苦 我这马车既然宽敞 何不多在意人 再说 我以前也是穷苦人 不过运气好一些罢了 那书生感激涕灵 再次失礼说 敢问阁下尊姓大名 王晓客气一声道 在下姓王 单名一个小字 自文言 修宁县万安镇龙田乡人 对面书生一听 眼中顿时露出一抹惊诧之色 他说道 真是巧了 在下是修宁县万安镇建田乡 也叫王晓 自仲凯 有时候真是无巧不成书 两人见面相投甚欢 一番攀谈才得知 对方不仅与自己同名同姓 甚至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 如果不是长得不一样 真叫人物以为他们是同一个人 有了这一层缘分后 两人一路上更是无话不谈 原来仲凯自幼父母双亡 多亏了大哥和嫂子将他养大成人 并且供他读书 他也没有功夫期望 凭借着真才实学考了上来 只要这次殿诗再考中 他就能入朝为官 报答兄嫂恩情了 得知王晓的身世经历后 仲凯心中很是羡慕道 文言兄 你的遭遇真是羡煞旁人 王晓说道 多亏母亲和义父的生养之恩 还有我今日 你也一样 等这次殿试高中 将来兄嫂也就可以想些轻浮了 两人在路上走走停停 历经一个月终于到了京城 王晓知道仲凯囊中羞涩 便在京城越来客栈定了两间房 再次盛情妖气 非方一番推辞后还是住了下来 因为再过三日 殿试的日子就要到了 他们在客栈住下来后 便开始埋头苦毒 准备接下来在电视上大放一彩 三日后 两人一同去参加电视 终于见到了当朝皇帝 皇帝给每个参加电视的共识 都出了一道题 等电视结束后 两人在宫门口再次相遇 王晓见对方愁眉苦展 便关切问道 仲凯兄 你这次考得如何 仲凯摇了摇头 叹了一口气道 皇上给我出了一道题 我没有理解 同怕是无望高中了 文言兄 你考得怎么样 王晓眼里信心满满的说道 前几日读书 刚好压中考题 现在只等接绑才能知晓结果 两人等到了放榜那天 王晓果然高中头甲状元 而仲凯却是名落孙山 连进士也没录取 王晓见对方一脸失落 便好心安慰道 仲凯兄不必灰心 以你之才 下次参加必定高中 仲凯心情失落 在与对方在一起时 毫无来时的兴致 他收拾一番便匆匆回乡去了 而王晓高中状元 正值朝廷人才却失 便被皇上留在京城任职 这天晚上 王晓在府中批改公文 突然觉得脑袋有些昏沉 旁边的下人便说道 大人 您还是早些休息吧 这些等到明日再批也不迟 王晓又批了几份 实在熬不住才回房休息 倒在床上没一会儿 就睡着了 夜深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梦 梦到自己的生母李氏 头何自尽了 等醒来时下了一身冷汗 他虚惊一场后 也明白这只是一场梦 不过自从他离乡以后 已经有很多日子 没见到母亲李氏了 再想想这些年 自己过继给徐阿公以后 这生母李氏的关心 确实少了很多 当下心中十分惭愧 第二天上早朝的时候 王晓向皇上提出要回乡探母 皇上念琴孝心可家便安准了 张黎布给他在辉州府找了一个差事 等任期一满再回京城效力 王晓回到家乡后 按照礼书先回到徐府拜见 本来他中壮远回乡 是一件非常喜庆的事 可是他见徐府中的人神色有些古怪 好像有什么事隐瞒着他 在他的再三追问下 徐阿公才告知他实情 原来王晓的生母李翠平 在前不久投河自尽了 那时候正好是他被皇上封赏的时候 徐阿公担心这件事会影响他的仕途 便将这件事的消息隐瞒了 王晓听到这些话 整个人如遭雷击 原来自己梦中见到的场景竟然是真的 可是有一点他想不明白 生母李是早些年变窝病在床 又如何行动呢 徐阿公说道 这件事我也觉得蹊跷 于是我派人仔细查了一番 果然查出了一些端倪 王晓文言连忙问道 还请父亲您说 五星对我有生育之恩 我不能让他枉死 徐阿公神情凝重地问道 你这次去参加电视 途中是否遇见一人 曾与他相见甚欢 无话不谈 王晓想起和自己同名同姓的仲凯 便说道 父亲如何得知消息 说起来我与仲凯实在有缘分 他本名也叫王晓 与我不仅是同乡 还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 徐阿公听了若有所思 他说道 这就不惯了 这件事一定与他脱不了干系 王晓文言一惊 他说道 不可能 仲凯兄与我是默逆之交 我们情同手足 他为什么要加害我母亲 徐阿公叹了一口气说道 知人知面不知心 要想知道真相很简单 只是你这官恐怕暂时做不成啊 王晓愤恨地说道 生母去世 我理所应当为其守孝三年 此事如何欺瞒圣上 徐阿公点了点头 他曾经也在朝为官 自然是明白这一点 否则他也不会故意封锁消息 让王晓完成了皇上的封赏 在古代 父母死后 子女案里须持丧三年 其间不得行婚嫁之事 不欲急庆之典 任官者并须离职 当初王晓正高中状元 等待皇上封赏 如果朝廷得知此事 封赏一事必然落空 最后徐阿公察觉这件事 背后有蹊跷后 便决定封锁消息 推迟公布 李翠平去世的消息 如此一来 王晓就可以领了封赏 再去观持符 等到符雀后重新回去任职 当晚 王晓便修书一封派人送往京城 皇帝得知后 准许他回家定优 等守校三年七晚后即刻回京 三年时间转眼而过 在回京的前一天晚上 徐阿公突然来到王晓的房间 对他说 快躲床底下 别呼吸 王晓知道徐阿公的意思 他等这一刻已经等了三年 今天晚上真相就要揭晓了 他按照徐阿公所言 钻进了床底下 而徐阿公则换上王晓的衣服 躺在床上洋装睡觉 到了两更天的时候 外面突然起了一阵风 一下将窗户吹开了 只见一个身影 匆匆吹开的窗户飘了进来 落在了房间中 王晓躲在床底 他心里记着徐阿公的话 不敢呼吸 可是眼睛却能看见房间里 突然多了一人 正慢慢向躺在床上的徐阿公走过去 那人对着床上说道 文言兄 对不住了 谁让你是最合适的替身 说吧 双手朝床上的徐阿公掐去 此时 徐阿公一翻身 手中一碗黑狗血泼了出去 怒声呵斥道 好你个小鬼 终于现身了 让我们好等 狗是治阳之处 对应的是十二帝之五行中虚土 同时童子黑狗先添阳气最醇 可以阳之阴 因此徐阿公便事先准备了的一碗 等的就是对方现身这一刻 徐阿公冷眼看着 被黑狗血泼动的痴妹 如Chimmy躺在地上 一脸猙獰痛苦的表情 他喊了一声 玩 你要的人来了 快出来见见吧 王小听到徐阿公的声音 从床底下爬了出来 他看着那痴妹的模样 痛心疾首地问道 仲凯兄 我没想到真的是你 原来当初仲凯落榜 他回到家乡以后 凶嫂见他没有高中 便出言息落 凶嫂起初是见他聪明 便有心培养 如果对方以后能入朝为官 那么他们便可以跟着享福 也能在当地落个好名声 可是仲凯落榜后 凶嫂的一番如意算盘便落空了 他们自然不肯再供他读书 养着一个人在家吃闲饭 其实凶嫂为人 仲凯心里明白 可再怎么说 对方也把他拉扯大了 这个情义安重如山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 凶嫂做得太绝了 等他回来以后 两人直接将他扫地出门 仲凯不堪受辱 一时冲动响不开 便找了一棵树上吊死自尽了 可是等死后 他又后悔了 想起自己和王小同名同姓 人家却能遇到一个好心人收养 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而他却有这样刻薄现实的凶嗓 受尽了委屈 想到这些 他心生妒忌 后来又不知从哪听到一个主意 说痴妹不去阴间投胎 可以找替身还养 于是他就想到了自己和王小的同名同姓 又非常熟悉他的一切 何不借对方的身子还养 可当时王小有官运护身 他根本无法尽身加害 于是便想出一计 他假意接近王小的生母李翠平 然后趁对方没有防备的时候 操控着李氏的身体跳进了河中 这样一来 王小知道母亲去世 必然会回乡丁忧 因为丁忧需要去关持福 这样一来他便有机会加害对方了 李翠平身死以后 他也变成了痴妹 将这件事的真相告诉了徐阿公 李氏担心自己去世的消息 会连累到儿子的仕途 便求徐阿公帮助隐瞒 徐阿公见李氏用心良苦 便答应下来 可是这个仲凯既然做出这种事情 没达到目的 他必然不会善罢甘休 王小和李氏母子联心 他当晚梦到母亲跳河自尽 心中十分挂念 便向皇上辞行回了乡 等回来后 徐阿公告知了他真相 可是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如今生母李氏已被加害 王小不敢欺瞒皇上 便连夜写了一封书信 如实将这件事和皇上说了 在王小守校的这三年里 他没有官运护身 仲凯有很多机会可以下手 可是每次动手之时 他都听见王小在回忆当年 他们一起去参加科考那段时光 他又心生懊悔 不忍再下手了 明日三年期限就满了 到时候王小就会回京当官 所以今晚是他最后一次机会 仲凯内心一番挣扎 他觉得老天实在太不公平 为什么王小和自己同名同姓 却可以拥有一切 而他十年寒窗苦毒 到头来却一无所有呢 仲凯看着对面的王小 他苦笑一声说道 没错 这一切都是我做的 王小摇着头 他对这样的真相不愿意相通道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仲凯听到这话 却是愤怒地吼出了声道 凭什么你可以有一个甘愿为你付出一切的母亲 凭什么你能遇到徐阿公这样的大善人收养 凭什么你寒窗苦毒可以高中状元 为什么这一切不能是我呢 哈哈哈哈 王小听见对方疯狂的笑声 他终于明白是为什么了 原来都是因为自己在对方面前过于表现 才会让对方心中产生了强烈对比 从而心生妒忌 埋下了祸根 他看着对方 悔恨道 仲凯兄 对不起 我没有在乎你的感受 仲凯听到王小这句话后 他感觉自己像解脱了一般 他笑道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你不错 不不错 已经回不了头了 希望你今后能记住我的教训 做一个为国为民的好官 说完 他的身体突然变得越来越虚幻 顷刻间就消失不见了 第二天 王小辞别徐阿公 踏上了回京的道路 自此以后 大宋朝就多了一个两袖清风的好官 他在任期间 一心为穷苦百姓着想 广修水利 多次向朝廷请求减免百姓赴税 为大宋江山的发展和稳固 做出来了巨大的贡献 因此深受老百姓爱戴 听到最后 小编想对大家说 宠吉爱连出 增生妒忌鱼 的意思是 两个关系很好的人 起初在一起时 如同知己坦诚相待 后来看到别人 处处表现得比自己优秀 慢慢就会产生妒忌心理 最终变成一种仇视 恨不得取而代之 在这个故事中 王小和仲凯两人相遇后 发现自己和对方不仅同名同姓 甚至还有些相似的身世和经历 两人便像知己一般无话不谈 后来王小高中状元 仲凯却名落孙山 这时候仲凯便心生妒忌 想加害对方取而代之 他们之所以能成为知己 是因为他们同病相怜又智取相投 可是一旦中间的平衡打破 当仲凯看不到希望时 他的心中就产生了自卑和妒忌心理 因此犯下大错 直到最后一刻才凡然醒悟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就如同故事中发生的一般 当你和朋友相处时 如果过于表现自己的优越感 可能会伤害到别人的自尊 也许你自己没有在意 但是这样做很容易让对方感到自卑 因此产生极度心理 我们与人相处 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 言行得体 不要为了表现自己 忘了给对方留一点体面 最后 希望这个故事可以让我们 记住这样一句话 宣耀不是一种资本 而是一种包袱 真正的尊重 是应该是平等 理解 成全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